三次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 以色列正在铲除一切不确定的因素 大家好 在日前联合国方面对外证实 联合国驻黎巴嫩的临时维和部队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连离维和部队 两次遭到以色列的袭击 也就是说算上9月下旬 联合国曾经遭到的大大量的航弹空袭 以色列已经是第三次袭击联合国维和部队了 从今年9月份开始 以色列将军事重心从袈裟转向黎巴嫩之后 联合国这边的维和部队就开始出事了 最开始还是距离联合国维和营地700米的空头航弹 到现在直接就是瞄准了总部哨所 可以说以色列是在一步一步用军事力量 强行要驱赶走维和部队离开 而以色列这么做的动机 从地理位置上可以大致判断出一二来 以色列在最开始对黎巴嫩珍珠党的地面进攻 可以说是大败而归 这突出表明了以色列并没有实质性摧毁珍珠党的指挥体系 也没有瓦解珍珠党的抵抗决心 也就是说以色列目前深知地面行动出现了极大的不确定因素 之前的贸然推进已经吃了大亏 在这个情况下肯定要优化推进步骤 而如何推进呢 我们的央视最近节目里说的就很明确 从卫星地图上看 联合国的652号阵地 刚好卡在了以色列国防军向北推进的两条主要干道的中间 以军要确保推进速度和推进效率 维和部队就成了以色列的障碍 从以色列的动手行动可以得出两个明确的信号 第一就是以色列已经下定决心要大规模入侵里巴嫩 而不是单纯的骚扰和教训 为了铲除一切不确定的因素全面推进 所以对维和部队的袭击和驱赶 未来恐怕会成为常态 第二以色列恐怕不止想把战争局限在巴勒斯坦和里巴嫩 因为以色列在加沙的一系列行为 遭到了联合国方面的广泛批评 以色列政府也多次针对联合国秘书长 甚至将秘书长列为不受以色列欢迎的对象 要实时制裁 袭击维和部队 甚至将维和部队给驱赶走 将极大的打击联合国 也就是打击国际社会在中东地区的声望 进一步抬高以色列在当地的军事威慑和影响力 坦率地说 随着美国公开支持以色列的入侵行动 未来整个中东都可能被卷入战火 我们中国在铺设的很多一带一路项目 恐怕都将面临巨大的战争威胁 以及当地政府被战争胁迫之后进行的转向和背叛 未来的中东地区注定会陷入进一步的动荡和混乱 我们中国的很多利益关系已经深入中东了 要如何面对这样的转变 我们恐怕需要做好最坏的准备了 而这场动乱 或许也会成为我们消耗美西方集团的重要场所 好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